Hello 大家好 要过年了 又跟大家见面了 前两天是 应该是感冒了 或者不知道是不是阳了 没有测 有一周时间 嗓子是非常疼 然后现在也有点咳嗽 好在是从家里来的时候带点药 然后泰国这边药店也都有 吃了几天阿姆西林 然后吃了一些泰国当地的润喉药 喷的那种 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药 总归来说过去了 跟感冒一样 反正是七天时间 现在还是有点痰 我这个嗓子基本上恢复了 前几天的稿子好多都是用AI读的 采集我的音色 用AI读的 所以这个出来确实是不容易 尤其是得病之后 你很多过去的看病方式就都变了 好在是我多少是有点准备 也买了保险 但是这个保险我看条款了 需要住院 如果不住院的话就很难报销 所以还是图省事 今天刚出去吃顿饺子 因为我们现在租房的地方 它这个火就是电饭锅不是很快 所以我担心用它那个锅煮的饺子会煮烂 所以就没有用它的锅来煮饺子 是在外面吃一点 今天我们聊一个大热的话题 就是Deep Seek 实际上这个Deep Seek的论文 很早我也下载了 这是前几天刚出来的时候就下载了 我也看了两天 但是看是看不太懂的 好在是有AI 是吧 AI的分析 加上我个人的理解 给大家介绍一下Deep Seek 它到底弄出个什么玩意来 它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 也是基于学习的这个角度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这是Deep Seek的这个论文 在Archive上有 大家都可以找到原文 那么这个论文 应该说施博天惊是有点夸张 但是震动非常大的还是 关键就这张图 就这张和O1和ChatGPT O1相比的这个效果 Deep Seek团队就是在今年1月份新发布的这个 全新一代的大语言模型 它突破不仅是技术上的创新 更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可以说指明了 展示了AI发展的一个 新的可能的方向 今天我们就来一块看看论文 深入探导一下这个Deep Seek可能带来哪些变革 以及它对未来的AI 以及算力之间的这个启示 这就有点像我们看到了某一台新的蒸汽机 在一两百年前 是吧 某一个连杆的推出 可能对当时的工业有什么影响 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 Deep Seek 我们给翻译成深度求索 Deep Seek 它成立于2023年5月吧 它是一家位于杭州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由量化对冲基金HiFlare的创始人梁文峰创立 这个公司的发展轨迹还是颇具戏剧性的 在美国对中国实施AI芯片限制之前 据说他们就储备了大量的英伟达的A100芯片 据估计超过5万片 这个后续的大模型研发就奠定了硬件基础 那当然Deep Seek 的发展是非常惊人的速度 从2023年11月发布首个编程模型 就是Deep Seek Coder 到2024年12月推出具有671B参数的Deep Seek V3 再到就刚刚2025年1月发布的这种重点强化推理能力的 Deep Seek R1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三代模型的迭代 特别是V3模型 仅仅用了55天 558万美元就完成了训练 相比同行节省了太多的成本 这是他们那些数据 那这个公司它采用了一个比较独特的资源策略 人才策略 在招聘的时候它更注重技术能力 而不是工作经验 所以团队主要是由应届毕业生 和这种新进的AI开发者组成 所以在商业模式上 Deep Seek 它采取了那种极具竞争力的定价策略 可以说是称为AI领域的拼多多 引发了中国AI模型的价格战 那么截至目前 这个公司还是在专注于研究 还没有详细公布它的商业化的路线 那么在刚刚2025年1月 Deep Seek 的AI助手应用 就登顶了美国的苹果Apple Star的免费榜的榜首 而且超越了Chat GPT 这个成就也引发了美国AI芯片出口限制政策的进一步讨论 这个背景就让我们更好理解 Deep Seek 为什么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这么显著的技术突破 我们来看这个论文里边的一个分析 第一步就是Deep Seek 的技术创新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Deep Seek 团队在训练方法上的大的创新 传统的大语言模型训练 通常要经过预训练 监督微调 强化学习 这多个阶段 而Deep Seek R1 Zero 它打破了常规 首次证明了 可以直接用强化学习训练模型基础 那么无需反锁的这种监督微调过程 这就像你说让婴儿直接学走路对吧 而不是先学爬行 所以有的AI研究者是这样形容的 这种方法不仅大大简化了训练的流程 更重要的是 模型在训练过程中 它自己就展现出了一些令人惊喜的这种能力 比如说它学会了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进行自我的验证和反思 所以这种能力此前被认为需要特殊的训练才能做到 在模型架构上 Deep Seek采用了混合专家系统 Mixer of Experts 简称叫MOE系统 这种架构可以理解为专家团队的这种模式 模型包含多个专家的模块 每次只调用最相关的专家来解决问题 这就使得这个模型虽然总参数量 它达到671B 但实际运行的时候 只需消耗大概37B的参数 就大大提高了它的运行效率 第二部分突破是Deep Seek的性能突破 所以在这种创新的架构下 Deep Seek R1在多个权威基准测试中 都展现出了惊人的表现 特别是在数学推理方面 它在2024年的美国数学要竞赛 就AIME里面测试达到了79.8%的正确率 和业界遥遥领先的OpenAI模型 是不像上下 我们知道AIME它本身就是面向高中的数学监测试中 这么一个竞赛 所以这个成绩意味着 AI在数学推理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在编程领域更令人瞩目了 在Cold Forces就是一个全球的编程的 这么一个竞赛平台上 Deep Seek它的表现展现出了96.3%的成绩 超过这么多的人类参与者 所以这个不简单是数字的提升 而是代表AI在解决复杂辩证方面 已经具备了跌进专业程序员的思维能力 当然最令人兴奋的是它的知识迁移能力 它通过创新的知识蒸馏技术 Deep Seek它的团队成功把大模型的能力 浓缩到更小的模型里边 比如他们的7B参数这个模型 就能达到传统的32B模型的水平 这就像把一个大的图馆的知识浓缩成一个 说胶囊有点夸张 装进一个背包里边 既保持了核心能力 也大大降低了使用门槛 那么第三部分的创新 就是算力效率的创新 在算力效率方面 Deep Seek的创新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 传统的大预言模型往往是采用全参数激活这种方式 就像开车的时候 即使只需要转向 也要启动整个引擎系统液压系统 而Deep Seek它的MOE架构采用了更智能的方式 虽然总的参数量达到了671B 但每次推理呢只需要激活37B的参数 这种按需调用啊 它就大大的提高了计算的效率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突破的意义啊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比如说像一个大公司 不再让所有的员工同时工作 而是根据具体任务只调动必要的团队 所以这种方式呢 就不仅节省了资源提高了效率是吧 在AI领域大家知道 意味着我们可以建立更大的模型 而不必过分担心啊 计算资源的这种限制的 另外这个Deep Seek团队啊 它开创了这个直接强化学习方法 更是从根本上建低了这个训练成本 传统的训练流程啊 就是比如说让学生先背书啊 再做题最后才能实践对吧 而Deep Seek呢 它的方法呢 是直接通过实践学习 既节省了时间也提高了效率 那当然了 论文里面啊展示了复杂的内容啊 他也给我们讲了这个未来 AI和算力关系的这种展望 那么短期趋势来看啊 就一到未来一到三年啊 这种算法创新呢 将成为降低算力依赖的主要方向 这也是英伟达股价大跌的原因 那么Deep Seek的突破啊 已经证明啊 通过改进训练方法 可以大幅的提升效率 那我们预计啊 会看到更多的类似的创新 包括更高效的模型压缩技术 更智能的这种参数激活策略等等 所以专用的AI新变的发展 也会加速 从TPU到各类定制化的 ASIC啊 硬件层面上的这种优化 会持续推进 那在中期发展 未来三到五年啊 混合专家架构 就MOE会成为主流 很可能成为主流 这种专家飞工的模式呢 不仅能够提高效率 还能实现更精细的这种任务处理 我们可能会看到 更多的这个动态激活参数的应用 是吧 包括这个 让模型啊 更智能的调用所需资源 另外呢 像Deep-seek这样的这种 知识蒸馏技术 将会进一步的成熟 使得小模型呢 能够更好的继承 大模型的这种能力 从长期变革来看 未来五到十年啊 那计算模式呢 可能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主要我们说量子计算 可能在特定的AI任务中啊 发挥作用 生物计算也可能带来新的灵感 所以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可能会看到 全新的神经网络架构出现 这种架构啊 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目前AI的这个计算方式 所以 意识机器才能浪啊 这个 Deep-seek对产业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Deep-seek的创新 正在重塑 AI的产业格局 这个是不夸张的 那么通过高效的这种知识蒸馏技术 它大大的降低了 AI应用的门槛 过去啊 需要大量算力支持的应用 现在可能用一台普通服务器就能实现 这种变革啊 正在加速AI的民主化进程 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呢 能够参与到 AI创新中来 那么面对 AI技术这种快速发展呢 Deep-seek啊 这些创新企业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啊 也有机遇 在算力层面的可以说 芯片雇用限制啊 和成本压力是当前最紧迫的这个问题 特别是在当前的这个国际贸易管制的这个背景下 是吧 高端AI芯片的这个获取难度是加大了 这就促使企业啊 必须探索更高效的这种算力利用方案 那在技术层面的挑战啊 同样是不忽视的 尽管这个Deep-seek RE在数学推理 这个领域取得突破 但是在复杂场景 推理和多语言处理上面呢 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MOE架构啊 目前虽然展现出了这种显著的优势 但是它的专家调用效率和训练成本啊 也需要优化 当然了 这些挑战呢 也拥有着新的机遇啊 那么从短期来说吧 就刚才说的这个知识蒸馏技术的进步啊 有望让这些小模型啊 接近大波形的这个能力 就会大幅降低AI应用的门槛 从中期来看呢 新型的算力解决方案和架构呢 这种创新可能带来质的飞跃 特别是专用的AI芯片 是吧 这种分布式计算架构的发展 将给这个算力平静啊 提供新的突破口 那从长远来看啊 量子计算和生物计算这些前沿技术 可能给AI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这就要求我们在基础研究 替代算力方案和产生源协同啊 这些方面持续投入 建立啊 更持续的这种AI发展生态系统 这是未来的这个发展关键 那么Deep Seek它的这个成功就证明啊 通过技术创新啊 可以在有限资源情况下实现突破 所以未来AI的发展啊 不应过分的依赖算力的这种对策啊 而是呢要在算法创新架构优化和效率提升方面下功夫 所以这种平衡发展的思路呢 可能是未来AI发展的必有之路 讲到这儿啊 我说一条这个刚刚看到的消息啊 就是国家领导人啊 第一个关于Deep Seek发言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 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呢 夸赞了Deep Seek啊 认为呢美国企业你应该清醒一下的 不要被追上 当然在过去两年多啊 我们看过很多的中国AI企业各种的令人震惊时刻 大家都不持久 也许呢 Deep Seek它不一样 不过呢 我们不要过分担心中美的AI大战啊 什么之类的话题 它是不存在的 中美之间啊 不会存在所谓的AI大战 因为你懂的原因 是吧 西方的AI呢 它不可能在中国落地 同理啊 中国的AI恐怕也不可能在西方事业自由行走 那下载量第一啊 什么这些都是过眼烟云啊 慢慢就会像90多种性别 回归到男女一样 是吧 我觉得这样的岁月静号也挺好 嘿 哪怕到了AGI时代 也是一黑一白 一红一五彩编分 大家互不干扰 哎 那么享受国运骤起的黑悟空们 在花果山里面当大了 想要不出去 世界就是美好的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